何超连与窦霄婚后频传婚变,双方合体秀恩爱次数远低于婚前。 尽管何超连驳斥了婚变传闻,但还是未能阻断舆论传播。 据澳门IP网友爆料,何超连与窦霄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, 并且双方已经进行分居,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宣布分开的消息。 这位澳门IP的网友还爆料称南方婚礼花了很多积蓄, 但是婚后并没有进入何家家族企业,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。 双方争吵多次后,态度就变冷淡了,继续回到娱乐圈老实拍戏。 而由于何超连与窦霄并没有领证,法律上也无法承认婚姻关系。 简单来说就是倘若两人分开,逗消分不到女方家的财产。 有网友看后惊讶双方态度转变之快,毕竟离半婚礼才刚过一年。 但也有网友并不意外这个结局,认为有钱人的家庭就是这套操作。 国往今来都推崇门当户对,像何超连这种出身, 通常都是先半酒席生孩子,之后再领证, 毕竟离婚率高,能有限制地保护女生权益。 而提到窦霄与何超连的豪华婚礼,也有网友认为噱头大于实际, 称当时网络热度高,看起来隆重, 实际上除了珠宝婚纱并没有太重量级的嘉宾, 尤其是澳门名流及赌王大家庭成员的缺席, 没有百亿千斤的排场。 至于窦霄的选择也被网友吐槽, 白忙一场,遇上, 公斗能守, 三太只能认栽, 热恋那几年荒废事业, 陪何超连吃喝玩乐, 婚礼豪至千斤置半, 最终只获得了坠续称号。 说到何超连婚后这一年的相处状态, 那确实不太正常。 在最近的活动上, 何超连表示与窦霄各自工作都忙, 但是会每天视频, 也见面过只是没被拍到, 要知道婚前他们可是一直在被偶遇的路上。 谈到生孩子计划也与婚前有所不同, 表示没有生育计划看缘分, 也不乐意一直回答跟窦霄相关的话题。 两人最近的一次公开合体是在三月的品牌活动, 双方都有晒合影, 但是文案措辞很冷漠, 也没有线上互动。 而且, 从两人肢体互动来看, 也过于客气。 4月18日是窦霄与何超连结婚一周年纪念日, 这么重要的时刻, 双方均没有更新任何社交动态, 不知道是不爱秀了, 还是不愿意秀了。 谈到窦霄与何超连家人的关系, 那也是不够亲密, 直接缺席何超连母亲寿宴。 赵母娘的寿宴还是比较重要, 作为新女婿, 第一年就缺席, 着实有些说不过去。 何超连与窦霄婚后, 基本上是长期处于异地状态, 就连新年也疑似没有一起过。 据何超连社交平台动态, 她晒了香港的豪宅, 并没有与窦霄在北京的婚房过年, 而是直接回了娘家过年。 何超连与窦霄的婚姻, 在大众眼中一直是不匹配状态, 如今爆料称两人分居尚且不知真假。 不过, 空学不来风, 豆霄和何超连婚后的相处状态, 确实与婚前差距太大, 很难不让人认为感情出了问题。 无论如何, 还是希望两位感情稳定吧。 有知情人爆料, 何超连和窦霄婚变的传闻疑似是真的, 两人婚前和婚后的差距很大, 甚至有有知情人爆料, 两人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, 而且双方已经分居, 很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宣布分开的消息, 这究竟是真的吗? 据据知情人爆料, 南方婚礼花了很多积蓄, 但是婚后并没有进入何家的家族企业, 也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好处, 反而两人在结婚后就冷淡了很多。 窦霄继续回到了娱乐圈拍戏奋斗, 现在还传出来了两人并没有领证的消息,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, 也就意味着两人分开的话, 窦霄根本分不到女方的财产。 网友们对于这个结果还是感到意外的, 毕竟两人才结婚一年, 婚前婚后的差距就如此之大, 婚前两人经常秀恩爱, 脸上很明显, 能看出很幸福, 婚后没想到这么快就分居了, 虽然何超连否认了婚变传闻, 但是在最近一年的想处理, 确实是有点不正常, 何超连表示两都在各自忙工作, 但是每天都会视频, 要知道他们婚前每天都在偶遇的路上, 在谈到生孩子的时候, 婚前说生一个足球队, 现在说随缘了。 两人在最近一次的活动上, 虽然双方都有晒合影, 但是文案都很冷漠, 也没有任何线上的互动, 而且上次还何超连母亲的寿宴, 窦霄直接缺席了, 新年疑似也没有一起过, 这不免让人怀疑难道两人真的要分开了吗? 曾几何时, 何超连与窦霄在人前将恩爱秀到极致, 俨然一幕填宠剧, 成为无数网友磕唐的理由。 谁知, 4月25日, 却有IP地址为澳门的网友, 爆出窦销何超连已经分居, 以及幕后显为人知的种种猛料, 让网友不禁惊呼, 原来大家磕的不是唐, 而是工业唐精。 其实, 此前两人就屡次被传婚变, 尽管何超连明确否认, 但仍然有一些端倪, 被网友挖出反复分析, 并得出结论, 二人的感情出现问题的几率极大。 这位澳门IP的网友还爆料, 何超连窦霄没有登记, 还不是合法夫妻, 待些日子将会官宣分手。 按照爆料人的说法, 两人举办的世纪婚礼, 都是窦霄出的钱。 窦霄的做法很容易理解, 毕竟新娘是赌王的女儿, 富可敌国, 其家族就更是高不可攀了, 自己想要融入其中, 不表示一下诚意, 肯定说不过去的。 而且一味让女方进行经济付出, 也会给大家留下吃软饭的印象, 所以才会拿出大部分积蓄, 用于婚礼这项面子工程。 不过赌王家族, 并不缺少世纪婚礼的光环加持, 毕竟有何超穷? 许静亨的超级婚礼, 朱玉在前。 当时, 可谓云集了港澳各界名流。 然而, 豆霄和超连的婚礼, 却徒有排场, 并无重两级嘉宾前来祝贺, 就连赌王家族的其他个房, 也集体缺席。 常言道, 任何付出都希望有所回报, 为举办婚礼, 花出数千万的豆霄, 当然也不外乎此理。 不过, 婚后的她, 却没能拿到赌王家族企业的股权, 反而落得一个, 坠续的混迷。 同时, 因为将大量时间用于陪何超连谈情说爱, 豆霄在事业上的进取心, 也没以前那么强了, 直接导致演艺事业退步。 但这一牺牲, 却没能换来等值的回报, 放在谁身上, 都会一肚子怨气。 据爆料人所讲, 当豆霄试图将不满, 发泄到何超连身上, 便引发争执, 二人矛盾也越来越深。 此前, 何超连参加活动, 被问到什么时候要小孩, 只用, 随愿二字搪塑过去。 要知道, 在她和豆霄到处秀恩爱, 谈及相关问题之际, 可都是眉飞色舞的, 还表示过, 想生个足球队。 如今回应生娃计划问题的态度, 尾时匪夷所思。 而且, 面对媒体一直询问和豆霄有关的问题, 何超连明显不耐烦了。 当忍无可忍, 她只能反问记者, 为什么要不断地问豆霄? 记者疑惑地问她, 不喜欢这些问题吗? 何超连笃定地回答, 没有。 曾经有瓜主爆出过, 豆霄在某活动上, 推散何超连, 甚至有恶住她景象的动作。 背景的六神无主的何超连, 满脸委屈。 在另一个颁奖礼上, 面对豆霄伸过来的手, 何超连刻意躲开了, 她的神情似乎也带着怨气, 冷得能刮下霜。 还有一次, 二人共同参加慈善晚宴, 不仅隔着其他嘉宾就坐, 甚至全程保持无交流状态。 农年春节期间, 何超连分享了在香港豪宅的动态, 并没有陪豆霄在北京过年。 就连4月18日的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, 豆霄和超连也没有通过社交媒体, 做出任何庆祝的表示, 这是最能说明二人感情状态的一个信号。 如果他俩真如爆料人所说, 没有登记的话, 豆霄将得不到任何财产上的分割, 他的几千万半婚礼的投入, 也势必宣告打了水漂。 当然, 在两人没有官宣之前, 这一切不过是道听途说, 吃瓜群众孤望听之即可。 毕竟, 原本不相干的两个人, 能够结缘, 着实难得。 还是希望这对, 曾经让大家无比相信爱情的小夫妻, 能够永远恩爱下去, 并活成无数有情人的楷模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,